金宝领昨天虽然在竞速滑冰个人赛夺赢 却在场上下跪磕头认错 盼能获得国民的原谅 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2018平昌东澳竞速滑冰女子团体追逐赛 南韩队五元晋级决赛 赛后女将金宝领 King Borum 朴振元 Hawk Jai Wu 设访时怪队友泰曼 印发渲染大波 而金宝领昨天虽然在竞速滑冰个人赛夺赢 却在场上下跪磕头认错 盼能获得国民的原谅 在19日的竞速滑冰女子团体追逐赛 以三人为一组 并以最后一人过终点线的成绩为准 南韩队以3分03秒76成绩 8队中排在第7 未能挤进前四强 南韩选手卢善英 Noseng Yeon 因叫曼才抵达终点线 赛后痛哭失声 但同为队友的金宝领 朴振元不但没有上前安慰 反而在媒体前公开批评卢善英 无法跟上 南韩选手卢善英 后无法跟上队友 资料照 法新社 此举马上引起南韩网友不慢 炮轰两人没有团队精神 赛前更有将近60万人到南韩总统府网站联署要求将这两人踢出国家队 连金宝领的赞助商NEPA也宣布2月底后将不会再与他续约 而昨晚竞速华冰个人赛由日本选手高木菜一举夺下金牌 金宝领虽然挺住压力获得银牌 称为韩国 世上第二位赢得竞速华冰奖牌的女将 但赛后脸上不但没有笑容 还直接在场地那堂跪拜大礼 希望能获得南韩国民的原谅 我对韩国人民感十分抱歉 金宝领在受访时也再次向人民道歉 对于我所犯下大错真的非常抱歉 金宝领昨天挺住压力夺赢 但在到达终点后还是忍不住落泪 法新社 金宝领昨天虽夺赢领奖的时候却完全没有笑容 法新社